好 大家今天好 然后今天教大家来通我们家大锅的爆米花是怎么做的 首先拿出我们家这个量杯 开始来装粮食 只要是大锅 不管任何粮食 不管是任何粮食 都装100毫升 玉米 大米 小米 黑米 高粱米 只要是大锅的 小锅的话是装50 大锅装100 到内约 OK 然后咱们把糖精放入两粒 增加一下甜感 大权到里边给你们配茶友 扣上盖子 送一送顶丝 把这个小鸟尾巴扣上来 用手稍微紧一紧 拿出我们家专用的锁锅扳手 来给它扭一下 扭一下扭到什么程度 刚好有劲就可以了 咱们放到这个炉子上面 放到这个炉子上面 好 把粮食可以圆 咱们就这样开始去摇锅 咱们夹好 咱们把粮食倒出来就行了 蹦出来就行了 来 点火 这个火苗很多人不会用 很多人不会用 为什么呢 这个火苗 火苗是前后的 前后放 不能是横向放 不能横向放 是这样放的 这样放进去 好 就行了 咱们这样去慢慢摇它 咱们气压好了 咱们就把它蹦出来就好了 在此呢 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最近呢 一直在打包 一直在发货 因为呢 每天的包太多了 所以说咱们都不要着急 因为是在排单发货啊 好 咱们现在准备开锅了啊 来吧 看一看这个小锅 它是如何蹦出来的爆米花啊 来看一看 这个袋子它是空的 没有任何东西 咱也不能作弊啊 来 咱们给它放进去啊 放进去 然后这个绳子 咱们用手 一根手指头拎着它就行了 一个人手指头挂着它就行了 然后呢 拿着我们家这个开锅鞘杆啊 来 拿着我们家这个开锅鞘杆拿出来 插着鸟屁股 三 二 一 走进 哎 这米花怎么又出来了 怎么出来这么多呀 我往去你看看 我往去这么多啊 我往去 confront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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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